2001年,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园上江村的几个农民正在自家的地里割麦子 但是他们把麦子割完后,赫然发现在麦子下面有两个巨大的洞 一开始他们都不知道这些洞是来做什么的 匆匆收完麦子就回家了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西安市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急匆匆地赶往江村 为什么考古学家对这几个洞这么感兴趣呢 原来这些洞并不是普通的洞,而是稻洞 盗墓贼就通过这些稻洞盗窃文物 考古学家马上就对当地进行了勘察 令他们震撼的是,这两个稻洞下面竟然真的有一个规模巨大的古墓 东西墓葬的总长度达到250米,是一个亚子形古墓 这个墓葬规模如此宏大,就连隋葬坑的规格都能够符合帝王葬旨 但在其中出土的文物都很寒酸 这些文物都是些啥呢? 陶涌,陶盆,陶冠,铁器,铜器,漆木器 最有价值的还是一些官印 但是这些官印更大的价值是充分描述了陵墓的葬旨 其本身并不算尊贵 这次考古发掘还出土了大量彩绘陶涌 虽然单个陶涌的价值不大 但是成百上千的陶涌堆在一起还是非常壮观的 这些陶涌做工非常精致 虽然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 但比例匀称 甚至每个陶涌的表情都是非常灵动 一看这些陶涌一定是出自当时顶级工匠之手 更重要的是 这些陶涌与汉景帝的地灵杨陵中所出土的陶涌十分相似 几乎如出一辙 不过令考古学家惊诧的是 这些陶涌虽然做工精致 但是残缺不全 而且几乎全都失去了手臂 赤身裸体 专家对此解释 是因为这些陶涌的手臂都是用木头另外做的 他们身上原本穿着丝织品衣服 不过因为时间太过久远 木头和丝织品衣服都逐渐腐朽 只剩下这些陶涌本身的身体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寒酸的墓葬 却已经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汉文帝地灵霸凌 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 一个无论从平地上看 还是从天上用无人机看 都看不出来的墳包 竟然是一代贤帝汉文帝的地灵 说出去恐怕都没有多少人相信 那么汉文帝地灵为何寒酸至此呢 难道汉文帝一生的功绩不值得厚丧吗 值得一提的是 在江村大墓附近的南岭 也就是汉文帝母亲伯太后的坟墓中 发现了众多非常珍贵的金器 具有草原风格 在金器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真秦异寿 这些真秦异寿 包括金丝猴 乌龟 老鹰 甚至还有如今的国宝大熊猫 在古代封建社会 金器好做 只需要一个顶级工件和足量的金矿就可以了 但真秦异寿却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乌龟 在伯太后南陵中出土的乌龟 当时山西是没有的 应该是从广西朝贡来的 很显然这个乌龟是汉文帝送给自己母亲伯太后的 取归贺延年的寓意 这说明南陵中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值钱 相比之下 汉文帝的地灵霸灵就显得十分寒酸了 汉文帝在西汉的历史上 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皇帝 因为他开创了文景之志 功德如此广大 死后后葬也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为什么汉文帝的陵墓会寒酸至此呢 甚至连风土都没有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 汉文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汉文帝在历史上特立独行 是其他人交口称赞的好皇帝 传说汉文帝为人敦厚温柔 处处为百姓着想 因为爱民如此 他舍不得浪费老百姓的人力物力 因此死之前下诏书推行博葬 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帝晚年曾表示 自己登基二十四年以来 没有给百姓做更多的事 希望博葬是自己为百姓做的最后一件好事 另外一般来说 皇帝都希望得到长生不老药 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但是汉文帝却把生死看得非常淡 觉得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不必为他的墓葬破财 汉文帝的遗诏中甚至规定了他葬礼的具体内容 一般来说 皇帝去世相当于国葬 百姓要服役三年 但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百姓因此受苦 就把服葬三年改为三天 即便是在服葬期间 百姓也可以自由地娶其嫁人 出殡时不要大量人马送葬 就连陪葬物品都要尽可能地简单 历史上一直对汉文帝是否搏葬有所怀疑 尤其是后代的一些史书中 甚至写到有盗墓贼盗爵汉文帝的陵墓 从其中带出了很多金银财宝 许多人以此为据 认为汉文帝只是做了表面功夫 不过江村大墓的发掘 却让很多人打脸 汉文帝确确实实实行了搏葬 甚至连风土都没有 如果不是盗墓贼为钱财所动 从汉文帝的陵墓中盗掘出了陶涌 如果不是两位农民在割麦子的时候 挖出两个盗洞 导致在卫星图片上都清晰可见 那么汉文帝这个陵墓 可能永远没有见天日的时刻 对汉文帝陵墓的误解 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2001年的时候 江村大墓就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 怎么直到20多年之后 文物局才确定江村大墓 就是汉文帝的霸凌呢 难道汉文帝霸凌另有他处 事实上 从元代开始 历代考古学家就认为 汉文帝的霸凌 应该是埋葬在凤凰嘴山下 凤凰嘴是白鹿园上一座特殊的山脉 看上去像是凤凰鸡背上的筋骨 气势磅礴 再加上他正好和汉文帝所说过的 因山为葬不负起焚的说法相符 导致许多学者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不少学者还为汉文帝 为什么埋葬在这里 找到很多完美的借口 因为汉文帝心系百姓 所以他舍不得让百姓大费周章 选择依山而建陵墓 意味着整体陵墓的规格 不需要重新建造 所需要的财力人力更少 另外 而且清代的一些学者 都在凤凰嘴山下立碑 就连近代很多文物部门的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 也都放在凤凰嘴山下 按理说 有了历代文献的背书 考古学家只要在凤凰嘴 能够发现古墓的遗迹 就能够找到汉文帝的霸凌 但是考古学家努力了很长时间 却始终找不到霸凌的存在 现在的技术不比古代 已经不需要所谓的巡龙探学 只需要用现代仪器检测一下就可以 但是考古学家围着整座山转了个遍 仍然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 这令考古学家十分迷惑 再加上这个时候 江村大墓的发掘 已经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在其中出现的很多文物 都显示灵墓的主人 应该至少是帝王级别 因此 江村大墓说和凤凰嘴说 一直就成为历代学者争论的焦点 支持江村大墓的人认为 凤凰嘴找不到帝灵的痕迹 而江村大墓的规格正是帝王所有 更何况符合秦代以来的挖地为学 封土为灵的墓葬特点 江村大墓离窦衣房的后陵和伯太后的太后陵都比较近 符合西汉的墓葬制度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